不然他是歐多球員可是他是來自加拿大 抓那吹魂鍋 楊姬平把球救回來 補三分球 也是很划算的 這種比較沉退讓永生去做出手了 阿敏 哇 這邊裁判響哨了 那這其實 本季新低 那另外也忠實了連續四場比賽 林志全在掩護過後接球 杨静敏 勉强的出手才看响哨了 杨静敏 来看一下梦想桥的反快攻 结果被打了一个火锅 李凯燕跳得高 引到国王队快攻三分 但杨静敏是官场来了 好看 凯燕想在大闭点上投三分 杨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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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排虽然人没过 但是用身体创造的 一些空间来出手 他的表现也很关键 阿米的超姐 往前想做快攻 李凯燕再交回给阿米 2分轻松要到 他出手的信心 他现在不是好朋友 哇 杨静敏的三分蛋 国王队再次把 杨静敏的3加1 穩穩把体一个大支 要往里面打真的不容易 我都怕早来240的 真的有这种人 阿米 再来一颗 士官长要接管站局了 什么换都不对 Catch and shoot 前右者这一球没进 卡马斯的进攻篮板来到了杨静敏 手上三分球 第四节 on fire 阿迪 带回给李德威比了一下 往进去做切入再交出来 结果给杨静敏抄走了 全场快攻机会 裁判响哨了 德威这球太客气了 其实我觉得 人家这边很清楚 利用挡猜的配合 机会点永远都传过来 你会有一个空挡的机会 是 杨静敏的第一把 拔进后追平比速 前肯尼空中小拉一杆 球没有弹进 关键的篮板 那其实 这个时间 有点尴尬 因为大概剩差不多3秒时间 对 犯规其实也OK 干扰 所以Q的价值 不只是我们刚在图卡里面 看到六顶 杨静敏的地 快速的做切入 这一球打得相当有幸 这一球要的也够快 对 接下来还是持续的犯规动作 一分差距 要来看一下施关长的罚球 这一把没有命中 谢谢